《解忧之家》 我们的解忧好友莎娜 我是新唐明娜 我们今天收到这封信呢 有点特别 它不是用文字来表达的 是一个小姑娘 九岁 她希望呢 把自己的表演 当做来信 展示给大家 还希望把自己的故事 带给大家 所以我们呢 一起先来欣赏 她的表演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词曲 李宗盛 词曲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谢谢婷轩 给我们带来 这么好听的曲子 刚才给我们吹的 那首曲子 叫什么名字呀 《凉遍千万韵凉芒》 你吹这个曲子 最想吹给谁听呢 爸爸 最想吹给爸爸听 为什么呢 我最想吹给爸爸听 爸爸也喜欢听我吹笛子 爸爸也喜欢听你吹笛子 是因为从小和爸爸 关系特别的好吗 妈妈也好呀 妈妈也好 嗯 都好 那你分别形容一下 自己的爸爸和妈妈吧 嗯 爸爸是什么样的爸爸 妈妈是什么样的妈妈 嗯 爸爸很勇敢 为什么说爸爸很勇敢 爸爸以前出电的时候 节肢的时候 他都不闹的 那很乖 哦 爸爸是经历了一个事故 然后所以爸爸做了手术 是不是 嗯 嗯 然后你觉得爸爸很乖 很勇敢 嗯 那妈妈呢 善良 妈妈善良 嗯 其实说到他的爸爸妈妈 也想了解一下 他们一家三口的故事 嗯 我们把爸爸妈妈 一起请上来好不好 好 好 那我们有请 爸爸赵纯红妈妈高丽 你们好 你们好 你好 你好 您好 您好 请坐 爸爸坐在这里 嗯 宝贝坐中间吧 欢迎爸爸妈妈 因为刚才女儿说到爸爸 她说爸爸很勇敢 嗯 就是爸爸在 呃 做手术的时候 他都没有闹 他很乖的 对 嗯 您先给我们讲讲 您的这些经历吧 哦 我是 16岁的时候 92年嘛 这个 我们东阳是建筑自家 嗯 然后基本上 书读完了 就都去学手艺 我是去学做钢筋的 钢筋工 然后当时 这钢筋太长了 嗯 在楼梯转角 不好转 嗯 我就想到了 把这个钢筋 穿出去 窗户外面 然后这头穿 一直往外穿 然后那头再往上拉 当到第三层楼的时候 从往外拉 外面有高压线 可能她年轻了 也没看 没注意 手握着钢筋 就外面就碰到高压线了 前一段时间 我碰到一个工地 嗯 然后刚好那里 有一个木工在装修的 嗯 他看到我弟眼就说 啊 你居然还活着 嗯 我说你认识我 他说 你这事情出了 应该有三十年了 我们在一个工地 我亲眼看到 你的钢筋 碰到高压线 砰 那些 炸出一个火球 说我的脚 脚掌脚背 脚后跟肉都炸开了 然后他们六七个小伙子 就从架子上跳下来 说我的手脚乱舞 他们都摁着我 帮我送到对面的 我们东洋人民医院 急救中心去 嗯 然后我进去 没几分钟 他说就出来 这医疗或者技术不够 就要往精华送 嗯 等我醒来的时候 我已经在精华中心医院了 然后当时 好像好像专家会诊 好像是活不过两个月 嗯 您头上的这个伤 也是当时留下的吗 嗯 他说我当时在那个 钢管的架子中间 夹着 然后因为出了电以后 身体往后靠 然后碰到了就是钢管 钢管好像就像 也通电了 把我的那这边 腰那块 那两个肋骨烧焦 后来剪掉了 嗯 那女儿说 当时您做手术都没哭 可乖了 这是从哪知道的呢 这个是我自己后来 苏醒了嘛 嗯 但是我是三天四夜 就醒来了 醒来了 当时医生还跟我爸说 叫我爸不用抢救了 因为怕救活了 头上很大一个坑 怕就是脑子不好了嘛 结果我睁开眼 第一眼看到我爸就喊爸 嗯 然后说问他 你怎么在这里 我不知道自己出了事 嗯 然后医生就惊讶地说 啊 脑子没烧坏 然后我因为都一直就很乐观的 护士都很喜欢我的 我嘴巴也很甜的 嗯 都很喜欢我的 他们不管怎么样 反正要抽血割皮啊 哦 我都挺配合的 不怕痛的 他们都说我很勇敢 后来我自己不知道怎么样 我就那段时间 可能是感觉 医生都说我不行了嘛 我就说我要回家 我不医了 医生护士都劝我说 因为在家里是老房子嘛 泥巴地 细菌多 在那里肯定能多回一段时间 我说我无所谓的 今天是明天 要死我都无所谓 我要回去 看一下小时候 疼我的外公外婆啊 小时候一起玩的发小 因为在精华不方便 嗯 回家了 他们都会来看我 我说我要看一下他们 然后他们不让我走 不让我出院 我就不让他们一起 嗯 针也不打了 鞋也不抽了 脚乱灯的 我就一定要回家 后来回去了 回去了 后来回去了 嗯 到老家之后 没有被细菌这一些干扰恢复 到老家以后嘛 我外公是中医 我妈妈的姨父也是医生 然后我们隔壁有一个 我从小还爷爷的 也开了个诊所 他每天给我 就是拿那个双氧水 换药啊 洗啊 我妈每天给我擦洗 然后外公后面 他们几个人商量了 搞了一个药方出来 然后我妈每天给我擦擦 就渐渐的就好了 每天给我擦洗 所以是不幸中的万幸 对 嗯 那从16岁回到家了以后 应该一段时间就没有再出去了 对 那时候就是 第一个嘛 就是身体的这些伤疤的恢复过程 嗯 恢复好了以后 那时候我身体很虚 爸妈都是务弄的嘛 每天都要去田里 就开个电视机 让我一个人在家里躺着 然后我自己就一个人就靠着背着 一点一点想坐起来 一坐起来就全身都是出汗 太虚了 然后有一次我在家里 我自己很兴奋的 我居然能够从床上坐起来 然后我自己这个腿嘛 跪在床上 一条腿站在地上 刚好我爸妈回来 门推进来就看到了 哦 我把他们 呀 急死了 说摔倒了怎么办 一个人 对 我说 我要 那个锻炼一下嘛 我总要起来 不能谈一辈子 我伤疤已经好了 然后后来我爸就想着 既然我伤疤好了 能起来了 然后就托朋友 问杭州啦 上海啦 做假执的 嗯 然后我爸就抱着我到杭州 去做这个假执嘛 嗯 那是怎么样认识妻子的呀 啊 29 然后我 facilities 就是想要点档 远AT 。 But now I'm seeing all the signs Is this really happening? I can't believe it's true I'm just as surprised as you Is this really happening? I can't be too sure But one day I'll be yours again Love lessons come one in a dozen The other eleven give something from nothing I sit here looking for an answer Maybe the biggest question was in the last chapter You gave me the soul I had today Without you I never could have moved away But now I see what you teach I didn't believe I always should've stayed Yeah Is this really happening? I can't believe it's true I'm just as surprised as you Is this really happening? I can't be too sure But one day I'll be yours again When day I'll be yours When day I'll be yours When day I'll be yours Ears Life lessons come one in a dozen The other eleven give something from nothing Life lessons come one in a dozen The other eleven give something from nothing The other eleven give something from nothing Life lessons come one in a dozen The other eleven give something from nothing Life changes just open the door But one thing's certain I'll always be yours Yeah Is this really happening? I can't believe it's true I'm just as surprised as you Is this really happening? 所以是这些优秀的品质 让对她的感情越来越深 然后我记得当时我们聊天 她有说 有一个蚊子什么什么的 然后我在想 我们是有手有脚的 有蚊子的话可以把她赶跑 她一个人在床上有个蚊子 她只能干瞪眼对着蚊子 我就想 那种情形是没法描述的那种 时间久了嘛 好像要跟她不在一起的话 好像抛弃她一样 我这个人好像又做不到 就还是感情史 还是心太软了那种的 应该是这样子的 所以就是两个人反正 冥冥之中自有天意吧 对 就是结婚了 对 婚后的日子怎么样呢 因为对您来说 其实嫁给她 意味着比别的妻子 要承担更多的 因为你要对她生活啊等等 都要悉心的照料 就挺不容易的 其实我觉得还好了 可能在外人看来 阻碍是比较多的 或者困难很多 但是我不这么认为 一开始我是在学校里面上班的 然后她在家里面做生意的 后来想想吧 还是两个人一起做生意好一点 那样的话是经常在一起 进进出出的 就跟一个人一样 然后就起床嘛 一起起 然后洗树嘛 又一起 这个东西 不是说我为了她起床 我特意的要怎么样怎么样 为了她上厕所 我特意的要怎么样 就是我顺带的事情 就比如说 今天我洗碗 明天我洗碗 你总要洗一次碗啊 这种情况在我们家 是永远不会发生的 对 我就不会想着 哎呀我明天可以不洗碗 明天有人洗碗 那我就顺利成端 反正吃完饭要洗 我就自己洗洗掉 就不会有矛盾了 就是你看 在她描述过来那么轻松 就证明她是乐在其中的 对 就是跟她在一起生活 是很快乐 很充实的 所以她不觉得这是什么 对 就外人可能会觉得 很辛苦 很辛苦 就是这么多年 妻子做过 让你记忆上最深刻 然后觉得让你最感动的事情 是什么 就是没有女儿之前 我老婆是 啥事都以我为中心的 每天比如说 有生意 有事要做 那就两个人去量尺寸啊 去送货啊 然后空一点的时候嘛 每天都是两个人一起 去菜市场买菜 然后她都是 你想吃啥 就买啥 你想吃什么口味的 她就做什么口味的 那时候吧 只是感觉到每天 也不能说感动 就是每天都很幸福的嘛 而且两个人 想的都是一样的事 为了同样的一个事业 在努力奋斗 其实她 以前在当老师的时候 我老婆她不想我去做生意 她说太辛苦了 哪怕是两三千块钱 一个月两个人够花 她从来都没有说 要求你 在县城买个房子啊 或者说她要买个 啥东西啊 或者说我们 到现在也没举行过婚礼的仪式 也没有说人家呢 说要拿多少钱 订金啊 聘礼啊 啥的 什么都没有 她以前在公司上班的时候 当时她要跟我回家的时候 她们公司的老板娘啊 公司同事啊 很多人都劝过她 就是说 她如果选择跟我在一起 那肯定什么事都得她做 会很辛苦 让她不要冲动 她跟老板娘这样说的 她说 我没有双手 这么多年也过来了 而且也过得不差 那如果说她嫁给我 她说她肯定不会成为 我的负担雷尽 多了一双手 肯定会生活会更好 嗯 这倒是 她的这个思维很特别 就是会觉得 我和她在一起 我们的生活会更好 而不是说是我照顾她 是一加一大于二 对 而不是说等于二 或者小于二的 还是要看到 自己生活里有什么 没错 而不是老去盯着梅的那一部分 没错 嗯 你们两个人结婚了之后 是多长时间决定要孩子的呢 我们是 也没说打算要孩子 也没说不要孩子 第一次怀孕是我老婆 回老家了 她也不知道怀孕了 然后感觉不舒服 然后可能是路上的颠簸 还是怎么了 我们也不知道 回来就没保住 哦 再之后呢 因为我们家是卖的是地端嘛 嗯 比较重 嗯 然后都是我老婆送货啊 搬货啊 所以一直就怀不上 有了她就不发育 有了就不发育 然后当时借了好多钱 造房子啊 做生意啊 我们两个婆总想 现在有孩子也给不了她 幸福生活 直到我三十六岁那一年 我一个发小 他说你不管今年赚多少钱 还是用多少钱 他说你第一个事情要把孩子生出来 事业你要努力 但是还要机会 有的人四十岁 有的人五十岁 有的人六十岁 事业有成 那你生孩子不能到五十岁六十岁 你要明白在什么年纪做什么事 然后那一年我们就到杭州去找专家啊 我老婆调理身体啊 等我老婆怀孕了 我就很着急 一定要求那个专家让住院保胎 那个危险期过了 三个月过了以后 我的脑子里面就不是说 要不要有没有孩子这个问题 我就想这孩子顺利生出来了 那等孩子大学毕业了 我就六七十岁了 我就天天在焦虑这个问题了 哎呀生的太晚了 所以我现在见了年轻人 经常会跟他们 早点在一起 早点要孩子 我要等到我们这么大年纪来了 尤其是这么可爱的一个小棉袄 你在有了孩子之后 有没有担心过 就是说自己的这个身体情况 怎么跟孩子去解释 或者说会不会成为孩子的负担 还没生出来的时候 我就担心 以后开家长会啊 然后小孩子在他面前说 你爸爸没手啊什么的 我肯定担心啊 但是我平时跟女儿聊的比较多吧 我会跟他说的 爸爸没有手 但是爸爸也很努力 不说就是让你在学校里 穿得最好 用得最好 但是爸爸肯定不会让你穿得最差 所以我经常跟他说 我希望他长大了 能像我一样坚强 就是幼儿园有一次吧 我去接他 他从那个班级里跑出来 我门口走进去 他就跑过来抱着我的腿哭 然后我当时就是说 第一个想法就要把他 想把他抱起来 有点心疼 然后我没办法 我就这样 边上有一个木头的凳子 我就慢慢地挪到凳子旁边 让他坐我腿上 我就跟他讲 我说哎呦 怎么了呀 然后他就说 有小朋友在他面前说 你爸爸没有手 然后我就跟他说 那小朋友 首先我们要肯定 小朋友没有乱讲 对不对 爸爸本来就没有手呀 没有手又没有关系 对不对 他们说的是事实 也没有关系 我说 他就跟我讲 哎呦 我就不想他们说你 那个时候 心情特别地复杂吧 就是觉得 让这么小的小孩子 要承担这个东西 心疼女儿 对爸爸最难受的 就是看到孩子 需要去理解 很多问题的时候 可能大人再痛苦 他能承受得了 但是受不了孩子 有的时候可能 他需要懂事 然后他需要去理解别人 不过我们家圣圈还可以 他上一年级了以后 别的小朋友说 哦这是你爸爸吗 你爸爸没有手 然后他有时候 他会很大烦地跟人家说 哎我爸爸本来就没手呀 我爸爸什么时候 去工地里干活的时候 出事了 就是孩子能很乐观地 去直面这个问题 我觉得这个跟你们两个人 从小对他的教育 是分不开的 所以证明你们两个人 对他的教育 是非常成功的 对 刚才就是女儿 在一开场的时候 吹了一首曲子嘛 然后我们说 想要送给谁 他说送给爸爸 嗯 我说你是不是跟爸爸最亲 他说妈妈也亲呀 对 但是我觉得在女儿的心中 他跟爸爸的这个亲密 无间 是现在很多可能 就是父亲做不到的 对 就是爸爸和孩子之间的这种沟通啊 能看得出来 您下了很大的功夫 我小时候 爸爸也经常给我唱歌 爸爸给你唱歌呀 嗯 等我长大了 爸爸也经常给我讲故事 爸爸还喜欢和你一起做什么事情 嗯 我以前还跟他一起K歌 K歌呀 你们两个人 爸爸唱什么歌唱得最好听 他唱什么歌都好听 哦 这个厉害啊 嗯 那你有跟爸爸合作完成过笛子吗 嗯 吹笛子 我教过他就是 没教成功 没教成功 我们今天试一下好不好 你来当爸爸的双手 然后让爸爸来吹出声音 嗯 好不好 好呀 好 做你铁上 做爸爸铁上 嗯 这个上铁出来 然后刻在里面 铅铅你按一个 D D D 气长一点 哈哈哈哈哈哈 太早了 哈哈哈哈 看看我就放弃 妈妈放弃了 哈哈哈 来评价一下你的这个学生 你觉得怎么样 挺好的呀 至少比我好多了 我以前是其他东西教我 我是教了好久好久都教不会 所以说这个学生还行 诶 真不错 哈哈哈哈哈哈 真好 今天特别感谢亭轩 还有爸爸妈妈来到我们的节目 给我们展示了一个 非常幸福的一家 我们也跟着你们感受到了幸福 谢谢 好了 那我们就把笛子拿上 然后我们一家三口 幸福地走向你们的未来吧 谢谢 再见 送走他们呀 就真的心里是满满的感动 特别特别的温暖 我们能在爸爸身上看到 难 因为肢体上的一些不方便 但绝对在这一家三口身上 听不到苦 对 听不到惨 对 然后看到他们一家三口 在一起相处的那个状态 就是觉得让你莫名地觉得 被他们那种幸福的力量所感染 特别感谢他们带给我们的感动 我们来看下一封来信 现在内容是这样的 我今年35岁了 是后天失明的盲人 我现在呢 在网上直播说脱口秀 还在一家公司做主播的培训 我非常喜欢我现在的生活 跟女朋友在一起七年了 我觉得我已经做好了一切 准备迎娶我的新娘 但是我还不确定她怎么想 这是件好事呀 等我们帮求婚的意思 没错 所以今天她是来确定心意的 那咱们就帮她确定一下 让我们有请我们今天的主人公 陈晓 欢迎她 哇 还有一位客人 对 欢迎你们 你好 您请坐 表插发雅妮 慢点啊 她叫什么名字啊 她叫雅妮 雅妮啊 对 哦 坐下雅妮 她一般在生活当中会 就是怎么帮助到你呢 她是抖盲犬嘛 其实主要就是可以引导我躲避障碍物 嗯 有了她之后 我就是自己可以去超市呀 去取快递呀 啊 等等等等 嗯 当雅妮很放松的时候 她就会这样躺着握着 对 现在属于她自己的一个时间 嗯 所以她就可能自己会找舒服的姿势啊 嗯 自己就趴在这里面 嗯 那她怎么知道自己该工作了呢 呃 我给大家演示一下 好好好 嗯 来 我先把这个背上 哎 你看她一拿那个 对 她马上就起来了 帮棒啊 阿妮妮啊 来 向左边 因为平时她一直一定要在我的左侧 因为右侧比较安全嘛 对 对 这个呢 是导萌鞍 也是她的工作服 这上面有几个大字叫 工作中请勿打扰 就是禁止去挑逗她呀 禁止投食啊 禁止发出奇怪的声音去引诱她 哦 明白了 来 捏捏 起来 好 对 首先我们要给她 穿上导萌鞍 所有的导萌犬 因为她是工作犬嘛 嗯 必须都要考试 毕业 才能和我们使用者在一起 嗯 对 你怎么选中她的呀 我们训导员会按照 我们所有使用者 就是身高啊 走路的步速啊 去给我们配合 完了我们再去接触 她会不会对我不喜欢啊 嫌我长得丑啊 哦 哦 果狗也会挑剔的哈 对对对对对 来 远妮起来 因为村上工作服的时候 还有浮动性就要很高 嗯 对 首先我们就要做服从 嗯 远妮 坐下 哦 对 远妮 我 因为对于盲人来讲嘛 就是我们可能看不到 嗯 所以我们去盲校的有个必修课 叫定向熊走 往往好多人就是误解导盲犬 就是说 是不是导盲犬去哪里 他都知道 嗯 所以一直我都说 他是导盲犬 他不是导航犬 是 哦 对 在他等着的时候 我要判断 判断 可能我要去哪里 那我就试着走回去 就是刚才我进来的那个地方吧 可以 好的 好的 远妮起来 做好准备 走啊 远妮右边走 对 找刚才来的那个门 好慢一点远妮 慢慢啊 远妮 啊 固的呀 你真棒 停下 后转远妮 好好找沙发远妮 走远妮 哦 有障碍物是吧 啊 好远妮 那我们 找沙发 远妮 找沙发 哦 对 来 我们有一段VCR 就是关于导盲犬在生活当中 有多么的厉害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好 来 早晨上班 碰到了盲人同事白马 和他的导盲犬雅妮 雅妮今天没穿红色的工服 黑色的皮毛 在阳光的照耀下 显得更加帅气 卑武 注意看 他清楚的知道该带爸爸拐弯进楼了 走到炸鸡口 知道他爸没法直接跳过 在原地耐心等待别人刷卡 白马侧山而过 他可能怕雅妮磕碰 给雅妮留下足够的通过空间 摸到电梯按钮 准备上楼 下电梯了 雅妮分析判断定位中 雅妮知道爸爸每次来公司开会的房间 二话不说直奔主题 进屋了 棒棒的 他想寻摸一个看起来不错的位置 行了 就坐这儿了 离门口近 爸爸入座后 雅妮乖乖地跑到办公桌底下 听着爸爸的指令 卧岛 登岛盲犬带领盲银雏形 遇到路障后 这个地方肯定有东西 所以他停下来慢慢走 他是有他自己的想法 也是为了我的安全着想 相信他是没有错的 他在过那个 就是一个小的路障的时候 他都会停下来 对 他会在那儿停住 并且做出自己的动作提示 雅妮好棒啊 他跟你多长时间了 他跟我在一起 大概有两年多了 两年多了 对 他毕了业跟我回北京的 那您是到北京也是来了两年多 其实不是 我毕了业之后就来北京了 可能大概在北京有十多年了 那您在申请雅妮之前 自己一个人生活的时候 有觉得特别的不方便吗 其实有特别特别的多 就是有的时候可能找公交车 或者找我们打了一些网约车 但是你看其实对于雅妮来讲 简单的话他是可以听得懂的 他能知道直走左走右走 或者说帮我找车找车门 那有了雅妮之后 自己的世界一下又变得更开阔了 是 而且出门也特别有自信 因为原先可能心里有点挑战 就是尤其是后天市民的我 拿着盲障出门的时候 总感觉好多人在看着我 但我看不到他们是看我还是没看我 但我就感觉到有人在说 你看是盲人拿盲障呢 但是我自从有了雅妮之后 我感觉有自信 就是每一次领着他的时候 好多说 哎 你看那是导盲犬 就没人指着出 他眼睛不好 对 是 就大家你觉得关注点在他的时候 对对对对 雅妮是你在北京应该算是最亲的人了吧 是我生命不可缺少的其中之一 啊 我知道 在你生命当中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人 对 就是在心里面提到的女朋友 她已经做好准备迎娶了 但是不知道女孩的心意 今天其实来的目的 是想要确认一下姑娘的心意 这事我们最愿意干了 来吧 我感情 有请邓玲出场 欢迎她 哈喽 哈喽 你好 欢迎你 哈喽 主持人好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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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请坐 欢迎邓玲 哈喽 哈喽 你们俩是怎么认识的呀当时 我们认识的话时间比较长了 认识有十年了吧 然后认识就是因为有一个 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朋友 我那个朋友也是视力不太好 我经常去陪我朋友出去玩 然后因为他们能够感受到的 娱乐氛围的话 就会比咱们民燕人会差很多 比如说咱们去公园玩 去看看风景 看看湖 但是对于他们来说 我们要去看湖 去公园逛 那就等于是散步 就没有任何区别 然后我会带他们去KTV呀 带他们去欢乐谷游乐场 这样的地方 对 然后就和他渐渐地认识了 那你觉得他有什么当时 跟其他的人不一样的地方 他很幽默啊 这是第一点 对 非常的幽默 然后的话 就是一见如故的感觉吧 非常的亲切 就感觉第一次见面 或者第二次见面 就觉得我们非常的熟了 就是很多年的 好朋友那种感觉 然后谁追的谁呀 那肯定是我呀 就因为我心里也藏不住事 我也控制不住嘛 那您怎么表达的呢 KTV 表达就是主动跟他接近呗 就是我也是比较愿意说话聊天 我对他好感度也特别多嘛 所以我就经常会说 那我现在看不见你 要不带我出去吃的这个呀 看看这个电影啊 而且他那个时候 就是给我的印象特别好 因为每一个市场人群出去 真的是需要支援者的帮助的 而且他也特别愿意帮助我 就这样就时间长了 就有感情了 还是没听到打表白的 好像又顺其自然在一起了 就那句话就给带过去了 对 你就没说过什么 你做我女朋友吧 或者 其实我呢 没有说过太多的情话 我感觉 做的又比说的好 是 这个我认同 对 经常会送一些小礼物啦 给一点点小惊喜啦 就是我们女孩子 是喜欢反复确认的 对啊 对吧 就是比如我们知道 这是我男朋友的 对啊 你这是感谢志愿者呢 还是因为你喜欢我呢 对吧 其实他跟我说过一个话 就是也是通过手机上聊天嘛 他是这样说的 我需要把我这边事情 安排明白的话 我就去北京找你 我把我的赌注压在你的身上 我也希望你能把你的赌注 压在我身上 让我试一试 这还不算情话呀 对 这情话是太高级的情话 这句话我还说上了 赌注已经压在了彼此身上了 他去北京 其实是为了您 对 再次来北京 是的 那段时间我是回东北了嘛 嗯 回来之后我们两个还有联系嘛 我就告诉他说东北有多好啊 有猪肉炖粉条 嗯 哎 用吃的诱惑 对对对对对对对 我说你可以来 来之后带你一起去玩 他就被我骗到东北了 哦 骗到东北 然后呢 然后就是 嗯 他带我去东北 有特色的地方去玩了玩 然后回来之后就是 还是想说在一起吧 就是他刚刚说的那些话 说尝试一下 如果我把我这边的事情 安排好的话 就去北京找你 嗯 对 还是挺慎重的 并没有说姑娘来东北了 我就把她留下 哪里有 我先让她爱上这片土地 然后我也自己 把我的事情安排好 但我愿意追随姑娘的步伐 经过深思熟虑 对 哎 那就是刚才你 那个封信里面介绍到 也说 你在做这个脱口秀工作 而且还做主播的培训 嗯 你是怎么想到 就是做脱口秀 和主播培训这个工作呢 嗯 我小的时候 其实特别喜欢 就是听 单天方老师的一些评书啊 哎 或者是相声啊 小品啊 就是感觉用嘴 来表达一些语言 我感觉特别了不起 所以那个时候 就偏喜欢主持 嗯 之后眼睛不好了之后 其实这个念头 就给打消了 嗯 我感觉可能性不太大 嗯 但是后来 对于我们盲人来讲 科技越来越友好了 所以就是 我就是学习了 盲人用无障碍 去操作电脑 操作手机 嗯 之后就尝试着 在其他平台做直播 嗯 我发现其实是可以的 嗯 因为我现在的平台 就是全部针对的用户 是和我一样的 哦 视障人群 所以我每天可能 要了解一些 最近的一些 新鲜的状态和事物 哦 因为我特别希望就是 通过我的语言和描述 让更多的盲人 知道最近 现在的一些变化 那你做主播的培训 也都是培训的是 视障人士吗 对 因为虽然看不见 但是我们真的 也想感受不一样的环境 我想通过雅妮 帮助我 嗯 我也想尝试一些 户外的直播嘛 她领着我去一些 我想去的地方 通过我的触摸 用我的声音 告诉他们 天安门的门 到底有多厚 用语言来告诉大家 这个形象是什么样的 对 我觉得这个很了不起 我们也有一段 她的工作的 还有生活的一个视频 我们看看她平时 生活工作的样子 嗯 带着盲人同时 办完对睡 准备回公司了 白马在手机屏幕上 黑了咕咚的移动操作 很快便打到了车 好 准备到车了 嗯 我听到你好像打了个快车 导盲犬 让她休息会 把她的导盲案取下来 假如上车的时候 有司机拒载导盲犬呢 现在无障碍出行 都是推广都非常的好 有导盲犬的这个 市场人群 在滴滴公司有备份 然后他们直接上车 司机就会知道 我承载的是盲人 然后携带导盲犬 以后下车接应 对 我帮你关门 尾巴和绳子都要塞塞好 对 要关关她尾巴 好可爱 男人如何用手机点外卖 我准备点外卖 选餐中 开始这个软件会自己 就自动播报是吧 开启屏幕阅读器的话 是可以的 哦 屏幕阅读器 这个叫语音读评 把上面你们看到的文字 通过语音的方式读给我们 但你们好多人听不懂的原因 是我们的速度调得特别的快 因为我们也想速度快一点 而且听习惯了之后 就能听得懂了 哦 怎么样 厉害吧 哇 这个很厉害啊 对 现在的这个科技发达 就是其实生活大家都很便利了 对 那你们公司是除了做直播 还有什么其他的业务吗 我们公司主要是致力于 为适让人群的话 提供娱乐交友 多元化就业等等 这样一个综合性的 为适让人群提供服务的平台 你说的娱乐指的是什么 游戏吗 就是给盲人做的一些手游 给盲人做的手游 对 那你们怎么玩 这个手游要怎么玩 我给你们演示吧 行 行 其实很简单 就是现在我给大家展示的就是 我也在这个平台做直播 这里边也有一个游戏 我们也管它叫盲人版的吃鸡 对 大家可以试一下 叫荣耀战场 其实这个是我们一个 横顶要玩的一个游戏 军衔 中尾 火线诡异岛屿段位 血痕青 攻击英雄 客战先前 生死火线 它会实时匹配 一起进入战斗型的实时战斗游戏 因为它屏幕的话 大家看到它是固定画面 没有画面的 然后它分左右两个屏幕 左边可以跟摇杆一样 上下左右 右边的话可以减实 然后发射 但是我们是通过声音 看 现在就有大雕在叫 我们知道我们的位置 还有水坑 在它们这个游戏里面 全部都是用3D的立体声音 比如说你现在在瀑布下 你这边在沼泽里面 你都会听到不同的声音氛围 现在就来到瀑布的旁边了 听到花花的水上 对 它们全部的地图 都是通过声音传递的 它怎么知道它在打什么呢 会播报 对 它会播报 不同的怪过来的话 也会叫出不一样的声音 都是需要声音传递过来的 因为我们现在也在说强调 就是冥忙互动 其实你们有时间也可以下载一下 来尝试和我们一起玩 也是没有问题的 这个很有意思 给它们的生活当中带来很多的这个乐趣 对 这个得很集中注意力 它才能够辨识自己的环境啊 对 什么这些 那你直播的时候是什么样的呀 能给我们展示一下吗 哦 可以 这里边也有二三百个视障的主播 嗯 对 这个就是直播的一个页面 就好多人某某某在直播 某某某在直播 我们看一下别人的直播可以吗 对 这就是他们在直播 因为我们都是适当的小伙伴嘛 我们就没有事情 所以我们都是通过语音的方式 听声音 对 来进行一个展示啊 或者一个直播的状态啊 哦 明白了 明白了 其实通过陈小哥 我们大家的介绍能看得出来 现在这个对于视障人士 他们的生活其实是很便利的 对 其实也是呼吁有更多的人 能够帮助到视障人士 然后帮他们可以开发更多 类似这样的小程序啊 这样的游戏啊等等 对他们的生活来说 是越来越便利了 我刚才有注意到一个细节 就是他手机的屏保 是他的照片 可见这个感情进行的是 特别的稳定了 您的家人什么的都支持吗 就是在我爸妈心里都会觉得 我闺女还是我自个儿的宝宝 我自个儿都疼不过来 我闺女还需要我照顾呢 然后现在她还要出去照顾别人 就是心里面可能会觉得 更心疼自个儿女儿吧 是的 那其实从你个人的角度来说 你觉得在生活当中 就是陈晓的眼睛 真的有给你带来过负担吗 有的时候会有吧 但是想想 他还是需要的 他真的需要 我见过他们 会让我心酸的一个点 他们视障人群 也都是很多视障朋友嘛 两个人他们递个东西 比如我给你拿个水杯 两个人的手的话 就会错开了 就我对不上你 你对不上我 当时我心里就会觉得挺酸的 能帮就帮一下 能帮就帮吧 你们平时约会啊什么 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吗 我觉得很酷的就是 我可以骑着车带着他 那是 刚才她说的 是骑摩托车 哦 还是摩托呀 是摩托车吗 我以为是骑自行车 驳着 对 不光是拉风 而且就是 我坐的后面的时候 我感觉 又轻松 很浪漫是吗 对 又浪漫 那你觉得 你给她做过什么 浪漫的事吗 这个摩托车 是我送的算浪漫吗 哦 因为是她 去年 她说 她想要一个摩托车嘛 完了正好是 今年她过生日的时候 我就偷偷给她买的 对 当时我接到 那个车行的小姐的电话 跟我说 啊 您好 男朋友给你订了一台车 啊 车 让我来提车 我的车 就我自己跟自己 重复了好多遍 哇 那种感觉 特别幸福 对 我有点不敢置信 那邓琳你最希望就是 你们两个人 能一起做什么事情吗 其实小的愿望 还是挺多的 就挺希望 可以带她去看一场 她喜欢的明星的演唱会 嗯 另外一个呢 就是我想带她去看看瀑布 嗯 嗯 然后是让人家 她可以感觉到 那个水气会潮潮的 然后也可以听到 那个声音 听到声音 对 她站在那么大的 瀑布面前的时候 她是会有震撼的感觉的 嗯嗯 对 希望她能够感知到吧 看不到的话 用皮肤 然后用听觉 去慢慢地去感应 更多的自然环境 也很美 嗯 跟她去看一看 嗯 那陈晓是怎么想的呢 你最期待的是什么 我期待 就是我去哪儿 她都能陪着吧 因为可能是这么多年 有依赖性 或者也是习惯性嘛 她不在的时候 可能我去哪里 我心是比较慌的 别人照顾我 或者引导我的时候 肯定没有她那么 清晰明了 没错 有默契 对 就可能真的是 你一抬手 她就知道你要干嘛 对 这个默契 这七年 不是任何人 能够代替得了的 对 既然都有这么好的默契了 那为什么还不确定 她会不会嫁给你 之前她爸妈 有受过什么障碍 或者说过什么条件吗 其实没有 她的父母 其实来讲 我感觉特别优秀 嗯 就是我们在 第一次接触的时候 对于我来讲 我是又没有自信 我有忐忑 又害怕 又恐惧 嗯 但是她爸爸 就是也比较善谈 嗯 跟我还能聊到一块去 嗯 她母亲是一个特别 喜欢笑 特别和蔼 不会发脾气的一个人 嗯 对 每一次去呢 大家会嫌问我要吃什么呀 嗯 对 所以她父母 其实对于我来讲 特别好 所以父母这没有什么障碍 嗯 对 那邓琳是怎么想的呢 我希望 她能成熟点吧 成熟一点 她不成熟在哪 可能对未来没有规划 嗯 哦 对 这一点我非常的看重 那就是你期待的规划 是什么样子的呢 就是随着我们年龄也大了 父母年龄也大了 我们起码能够 存钱买房 对 应该是有一些依靠吧 共同大家都有一些依靠 让父母也能踏实下来 然后我们也能有一个归宿 但是可能这不在她的计划范围内 她也没有什么计划 嗯 怎么说呢 其实我确实没有 赚钱的这种好的习惯 而且可能对于我来讲 原先能看到 但是现在看不到 对有一些好多东西 是一个特别渴望 好奇的一个状态 嗯 对 所以一直我都是 可能 哎 我感觉这个东西 某某某 哎 特别好 我没有见过 也想买回来看一看 有的时候 她无意中说到 想要什么了 或者别的女孩 我看她有什么了 其实我特别想 给她买回来 想给她 所以就导致 现在这种状态吧 可能一直展不下了 我也在努力地去改变自己 就是没有存下钱来 女朋友觉得眼下 看不到你的实际行动 其实我觉得挺遗憾的 就是在一起这么多年 就是没有将来 没有以后 不知道以后什么样 也没有打算 真的很遗憾 邓琳心里头觉得 最遗憾的是什么 是她的消费习惯 还是说别的 遗憾 就年头不短 但是什么都没有 你有跟她沟通过这个事吗 我会告诉她 我们这样做好不好 我也会给她讲 为什么要这样做 我们为什么要有规划 因为你有妈妈 我这边也有父母 咱们年龄也不小了 父母要生病 我们要有规划 可以不要就有多么好的家 但是我们要为之做出努力 要为父母以后有打算 然后她就会 等下个月的吧 等明年再说吧 行行行 我现在还有什么什么事 她就会往后拖延 拖延拖延的话 老沟通就没有什么意义了 会觉得疲惫 对吧 对 假如她不是乱花钱 她的收入 您觉得是合乎您的期待的吗 嗯 可以 她把钱都乱花在哪些地方上了 她的小爱好 比如说她会买收藏品 她喜欢搭货机会买很多 她喜欢各种串 各种核桃 然后会喜欢买一些 她没有见过的一些东西 因为看不见嘛 她就会买出来看一看 嗯 因为人呢 她有的时候性格是不一样的 或者说有的人 接近成功的方式不一样 有的人成功的方式 是靠我的积累 我一点点的存 但有一些是靠体验 比如说对于您的男朋友来讲 可能因为我的人生里头 现在失去了太多 我为了使我依然成为一个丰富的人 出去跟别人聊天也好 讲脱口秀也好 做直播也好 我是个言之有物的人 能够不落后于时代的人 因此她需要更加丰富的体验 才能够积累 也就因为她能够积累出来的这一些 才能够成就她自己格 邓琳就这么跟你说 我觉得你可能爱她 喜欢她 她有意思 就是和她这样的价值观和性格 是有很大关系的 如果她真的是一个那种 每天很循规道具的话 可能她身上吸引你的那个光 就没有了 其实这个我感觉跟我眼睛不好 有直接关系的 就是因为每一个残疾人的 小的时候可能有很多的让别人看不起 所以其实长大了之后 对于我来讲 其实我更不想让别人看不起 就尤其是包括家里的亲戚啊 邻居啊 曾经的一些朋友啊 不想让他们说 陈晓晓你现在什么都没有 那你吃过这个吗 见过这个吗 都是有影响到 现在我的一个价值观的 但是我也意识到 是自己的是问题 所以在这里我也想说 就是我尝试去改正 不用全改 就是部分调整就行 一旦全改了你就不是你 没错 我相信邓琳其实看到她有所调整 我觉得你可能也会有一种心安的感觉 对吧 说个短期的小期待吧 就短期之内能实现的小目标 她没有给我做过任何人吃的 我挺希望她能给我做顿饭吃的 不管好吃赖吃什么样 对她来说是有点难度的 对吧 泡个方便面啊 这个可以的 热的快是快 她曾经跟我说过 我说给她泡个面 她说不好 她可能会一直被身边人照顾过的比较好 可能在家我也算是个完美主义者吧 就我也感觉泡个面呢 煮个面拿不出售 其实这个就跟你们两个人生活目标是一样的 就大家希望不要放得太高 一个得降低期待 一个得哪怕没实现她的目标 我也得往上走一点 对 就像之前陈小慧觉得我每个月交500 她一定会觉得少 那还不如不交 但是对于女朋友来讲 你每个月能让我存500存1000 你好歹是个变化了 那对于女朋友原来也许会觉得说5001000可能买房子有点远 但现在你就得降低期待到 只要我的男朋友开始有这个意识 我们都是在往好处变 没错 这就是两个人能靠得更近的方法 对 就是这碗方便面虽然你觉得拿不出来手 但是这是你开启做饭之路的第一步 做了之后呢 可能就才有下一步 邓琳也是一样的 就算是一碗方便面 你也不要拒绝说不要 对 那你说不要了 那她就说那你看 就是拿不出手嘛 对吧 有的时候不就这样吗 我降低一点 你努力一点 日子就往前过了 所以假如要有改变的话 能结婚吗 做吧 先把方便住了 这就是有希望的 所以你要真的是做好了 迎娶她的准备的话 你还是要再做一些调整 好不好 陈小 好的 那接下来就 邀请我们的一家三口 走向我们的幸福之闻 来 谢谢 来 您护转 谢谢 希望她能成熟点吧 随着我们年龄也大了 父母年龄也大了 我们应该是有一些依靠吧 但是可能这不在她的计划范围内 她也没有什么计划 我确实没有赚钱的这种好的习惯 但是我也意识到是自己这是问题 我尝试去改正 陪伴呢是最真情的告白 前面生没有遇到你 可能是缘分没到 但是我希望以后的余生 你一直都在我身边 来 咱们把纸飞机扔掉 大姐你看好他们吗 我觉得很好啊 他们说了嘛 从方便面开始 这个事儿开头不难 没错 所以我觉得有的时候 就是一个人降低下期待值 一个人要稍微有所行动 感情才能继续往前走 好了 这就是我们这一期的幸福来枪门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